7.1萬左右,流動性大概是這個位置 有沒有看到這個平台位,大概是7.6萬左右 現在流動性是高於6.9萬 短期來說,在6.9萬至7.1萬之間,可能是7萬元 加上隨意的位置就差不多了,7萬元 即6.9萬至7萬元,就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這個流動性和Bitcoin的高度是沒有一個成正比的 原因當然是比較複雜,因為市場的情況不同 還有很多資訊和新聞都不同,包括加減息 以及熱錢的流向、Crypto的盛行情況 Bitcoin ETF 以太幣 ETF 等等 但至少見到短期來說,沒有太大分別之下 因為流動性相差就是兩個者之間的話 可能大概這個價格至7萬元左右 大家要留意這個,原因是 因為你24小時都動了 市貨幣,通常看到價格已經動了 所以暫時沒有特別 但是昨天看到流動性跌得比這個幣 所以昨天出了一條片 跟大家說了,66,000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成功率有80%的,再研究 昨天真是再滑滑滑滑,成功 今早見到最低見過66,000 這個位置就有所反 昨天跟這個,有沒有說錯? 這裡再跌,但是這個幣價還沒有跌的 那時候可能跌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插了下來 但是這裡還沒有跌的 過多大概五、六個小時 十個小時就會反映出來 所以現在的合理價格 大概是六萬九至七萬元之間 所以我都剛才出了帖子 所有影片資訊都是第一時間放到Patreon 所以大家很注意時間 所以現在什麼都不用做了 什麼都不要搞,甚至不要買的 等今年派彩就OK 剛才說了,現在暫時 我都不敢太大 即是那句不是小弟 是流動性 我只是觀察這件事 還有這件事有三個位置要注意 時間是怎樣,究竟實現了沒有 第二件事是高度 第三個是市況 市況究竟是否有什麼ETF 要加減多少錢 因為流動性相同的時候 但是幣價也有可能不同 原因都是剛才說的 很多情況影響到 好,如果有Bitcoin ETF 以大約幣ETF 起碼要對比之前沒有的話 可能要加一千元左右 對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所有詳細教學 BitMACD 這個流動性指標 短期來說 這個Bitcoin價格是十分優秀 比RSI和MACD更加厲害 所以如果大家想學習 想研究多一點 看小伙子的研究 都是百元一天的這個課程 加入了貨為會員 加入了Patreon會員 會不會有優惠 我忘記了 再問了 另外,這條片除了講Bitcoin價格更新 講了這個流動性掌握度 小伙子,這個流動性怎樣設定 在這裏也不多說了 總之科程全部講完了 設定完之後 怎樣用 以及流動性的不是無敵 相同流動性之下 但那個價格都可以不同 例如說 這個位置 拉回線去到這個位置 那時候都可能做了66,000左右 所以 今次和往日 原因都是很多原因 包括 就是那個 對Crypto的預期更加高 還有 以太幣ETF 可能期待更多資金流入 這些都是 流動性顯示不到出來 大致上就是這樣 所以看短期比較 比較重要 所以現在那個 我直接寫出來了 現在就是 已經到達那個合理價 因為剛才說了CPI出來的數據 挺帥 這邊看CPI CPI 先交叉 CPI 即是說下半年 減息的預期 就主要看這個數據 現在那個通脹數據 就比預期好 回落了 再加上幾件事 聽我說 這個超重要的 每次 終極牛線和終極爆破 都是看這兩個數據 第一 就是看CPI CPI 相對上 開始緩和 去到2%多的時候 開始減息 而減息 減息的話 通常 那個情況 就沒有太理想 你沒有聽錯 通常減息 市場都越來越差 才越來越減得多 隨之而言 那個失業率 就開始上升 現在失業率 都慢慢開始上升 失業率 美國失業率 暫時去到3.9% 去到4% 先看看 我們看看 5年 或者1年 做4% 慢慢有向上的跡 向上的跡 不是不好的 但是 我們再按 再之前 向上的時間 即是甚麼時間 看看 大概看短期少少 你有沒有看到 臨近這個 叫做 金融的 大家有沒有印象 2007年 美國的 金融市場 或者股票 十分之高 但是 去到開始轉壞的時候 失業率開始急升 就是一個不好的先兆 即是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股災來的 2000年也是 2003年 這裏 又是一個 股市不好的地方 這個2020年 疫症之前 都是 那個 那個失業率 都有所急升 現在都慢慢開始升 可能都如是 那這年尾 會大放水 大大放水 未必會 令到整個市場 即是可能 亢奮一點時間 但去到最後 都是會有個股災的 一會兒 最後一個部分再講 那所以呢 見到很多數據 都是 去著一個 叫做 去著一個 叫做 滅亡的階段 即是叫做 可能完結 支持一些狂歡的時間 先去重新一下 這個就是 美國的 Balance Sheet 看看 等等 這個就是 講到市場 收回來的錢 有多少 喂 總之一句說話 就跟流動性有些關係 現在sir落陸冰店 又是 不多說了 總之 這條影片 約了 總結一下 第一部分 BTCupdate 就是69000至700000 合理水平 一路會留意著 一個流動性的走向 總之 現在是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好做的 觀察為主 第二樣 流動性的準確度 都十分之高 仍然都會觀察 我覺得現在 最強預估的 短期的能力 一定是流動性的指標 還有呢 下半部分 短期買什麼幣 你最好看 下半年最好看什麼幣 還有為什麼呢 下部分 再說 詳細講講 最後時光的 我個人看法 這條影片就這麼多了 不在於有投資見 純個人分享 如果你想 早知看到流動性的更新 想支持小火之 想看完整條影片 歡迎大家訂閱 8元一日 下條影片再見 現在呢 我就不會做任何事了 等派財 當中表現最好的幣 自己望望 下條影片再見 Bye